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字虽然独作打 但你打打绝对不会出现 废话 正确要输入哪 是去旅游还是上国文课呢 位于中国甘南的一处秘境 有着亚当夏娃诞生地的美誉 四个你从未听说过的村寨 通通在这海拔3300公尺 人口1500人的小村庄 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入住的饭店 这个饭店呢它是小木屋 为什么说没有意外的话 因为我们来到这发现到了福建 背上的宝剑 做出什么料理 原来是中国百姓的家常菜 不优土豆丝 果然是老板心中的上方宝剑 我帮我开了 有半斤开的 开一个 小公开了我应该有电一样 你不让我这啥都管了 你把那个烧水的东西给我 放在里面三个小门 水油吧 对 好 我买个放好了 然后我就没时间了 然后你们自己做也可以 好 来也冲冲去也冲冲 很不能相逢 这是我们的房间 没有人来看见 要说应有尽有呢 其实还真什么都没有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有两张床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 可以重演的地方 那当然这很天新 因为这地方呢 天气比较冷一点 所以它床都不会附有这个电碳 OK 它这边有茶座 可以调一下温度 调了之后呢 哇 保证你一个晚上 哇 不错 其实呢 住这个非常简单 但是它很干净 重点是 你打开门 你所看到的几个 就是整个扎嘎那 最美的景色 哇 还漂亮 当然了 我们会发觉 刚刚这个房间里面 它少了什么 少了什么 所以它厕所呢 其实是规划在 就是所有房间里面的最后面 规划在最后面的有个好处 就是呢 别人在那个 排阶纹那种 你会闻到味道 我们来看看它侧头 哇 挺特别的 来看看它的马桶 哇 往下一看 深不见底呀 其实你看得到底 但是你不会特别想要看 基本上呢 其实在 很多就少数民族的一些部落里面 他们的厕所都是这样子 也就是呢 你在这么一轮 然后呢 就 发现下去 但是它很深 所以呢 就这样下去 你也不会去闻到 还会很厉害 其实我觉得来到这次奇怪 这是最干净的厕所 确实哦 这绝对是最干净的 海拔3300公尺的厕所 果然大受好评 看什么看啊 呵呵 這要在看什麼嗎 一 二 三 小豬仔 你以為我們要餵食 他這邊的奇怪聲音 OK的 往後貼就要小心喔 好可愛喔 好不好好不好 往後貼要小心 好可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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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感受出的 有嗎 比較充分 誠懇 並在笑容的 對著他 久了他就會接受 快乾 好可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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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上就到,还有20米 哦 凉银到了 看得到它了 巨高点 那个石头石头钉前面降散 这个圈里被掌握了 那我们就看不了 好 可是现在这云路缭绕的 稍微再等它反应一点点 来到扎卡纳 我们现在上到了一个 巨高点 刚刚呢 开着车子 那今天呢由于啊 下了一场雨 到现在还在下中 昨晚就开始下 所以呢整条道路上呢 哇 是凝硬不堪 尽管我们车子呢 开得很慢 但呢 这还是不断的打 其实呢 说句老实话 开在这样山路上是有 那没点点危险的 好啦 那我们上到这个巨高点 可以看到什么呢 哇 走 我带你去看 啊 有点喘 呜 可以看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观景平台 就是达日观景台 那顾名思义呢 其实啊 说到扎卡纳有四个村 一个是代巴 一个呢 是夜日村 一个是东蛙村 另外一个就是达日村 这个区块 就是达日村 我们上到观景平台呢 不仅仅可以看到达日村 最主要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 这是夜日村 以及对面的冬花村 尽管今天是下雨天 雲雾缭绕 但是呢 还是特别的有味道 太漂亮了 现在有没有看过去 冬花村特别的清楚了 现在没有回到我们入住的半点 那为什么要回到这呢 因为我们比较集权 餐 就是在这边 这边去吃 吃完之后呢 哇哦 480公里 我们要赶路到四川的西巴 还有 580公里 580公里 好了 找定 你这样搬下来不喘 蛤 不会啊